好的电影只会遇到懂得你 我是波乐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2020年最新灾难片 末日逃生 男主约翰在路上看到很多军用装载车 天空上到处都是飞机 约翰回到家中 只见很多人聚集在客厅里看电视 新闻报道将有彗星碎片降落在地球上 但是政府呼吁大家都不要害怕 碎片将会落到海里 众人盯着电视 想要看百年难得一遇的奇观 但是海面上却十分平静 碎片并没有像政府所说的那样 落在海平面上 相反的屋外传来了巨大的响声 约翰赶紧跑到外面 只见成千上万的鸟儿 骑爽爽的往一个方向飞去 周围一片宁静 突然 之后 电视画面转播到彗星碎片降落的地方 只见碎片静止的降落在 人口密集的佛罗里达州的中部 下时间 长座城市变成了一片火海 瞬间化为了灰烬 更可怕的是 这次降落的碎片只是其中的一个 还会有更多更大的碎片降落在地球上 就在这时 约翰的手机响起了总统警报 随后他就接到了国防部的电话 电话通知约翰一家人 必须赶到九点之前到达附近的空军基地 凭借军风给到的身份奥维码 乘坐飞机前往避难所 在场的邻居咨问约翰 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接到撤离电话 此次的约翰没办法给出答案 时间刻步容缓 约翰一家人慌忙的准备行李 最重要的是带上儿子所需要的胰岛树 一家人就驾车出发了 途中没有接到电话的邻居 请求约翰把女儿带上 但是约翰无奈的拒绝了邻居的请求 因为如果把他带到了基地 到时候军风拒绝接收他 那将会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在这种动荡的主事下 为了活下去 人们疯狂的抢劫商店 囤资生活用品 很快约翰一家人就来到了指定的空军基地 这里聚集了很多人 但是只有被选中的人 才能凭借手中的二维码进去 所有被选中的人 都是根据职业智能来选的 例如医生 建筑师党 对未来建造有用的人才会被选中 而约翰就是一个建筑工厂师 所以他才会被国家选中 领取对应的身份守恒开始当机 士兵丢掉了多余的行李 一家人只能允许带一件行李 在检查行李的过程中 妻子发现儿子的胰岛树落在了车上 约翰只好叫妻儿先上飞机 自己则返回车里拿药 约翰跟守卫士兵商量 自己要出去拿东西 待会能不能凭借手环回来 士兵答应他可以 边一边 妻子见约翰及时喂回来 最早到一旁的士兵询问情况 当对方得知约翰是出去拿儿子的药之后 立马就叫来旁边的守卫 把他们带到了指挥室 女指挥官告诉妻子 任何患有慢性病的人不能当上飞机 妻子直门自问他 要是你的家人你怎么办 女指挥官回答说 当约翰拿到药回来之后 却到处没有找到妻子的儿子 举在这个时候 外围防线被突破 所有未被选中的人全部冲了进来 有的人甚至拿着枪跟军方对抗 现场乱长运团 说了 任何的士兵插到我身上的 当约翰再次回到车里时 发生了车子 留下了字条上面告诉他到岳父家会合 另一边 一拒绝登机之后 儿子并发 妻子指望带他到药店里找药 刚刚找到儿子所需的药品 就遭遇到了一伙人请回商店 妻子带着儿子快要走到门口时 被一个劫匪发现了 在妻子的恳求下 劫匪放过了他门 最后 妻子带着儿子搭上了一辆 前往父亲家的送送车 刚开始车子是对他们十分友好 当驾驶员看到 妻子手上了手环之后 他使送橡皮肉 后把妻子拖下车 残暴的穿走了他的手环 把妻子留在路边 捕走儿子 扬长而去 妻子不断的向来往的车辆求救 但是没有人愿意帮助他 妻子感到全是未有的绝望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有一帮好心人愿意帮助他 另一边 全是手环的夫妇两个机场的四公十破 他们就下了儿子 赶到机场的妻子 终于在机场的帐篷里找到了儿子 好心的军衣给妻子准备了儿子一周的药量 并给他们找了一辆军用驯风车 带他们前往父亲家里 到了第二天早上 毕竟万难的一家人终于在老父亲家会合了 一家人从电视上得知 最大的陨石碎片将在15小时后撞击地球 威力足以摧毁地球上所有生物 命运避难所的位置也被曝光了 位置就处于偏远的格林兰岛上 一家人决定先去加拿大 然后坐飞机前往格林兰岛 他们请求老父亲一起走 但是老头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也不想为了嫁活几年再去折腾了 老父亲直言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 最后父亲让约翰一家人开上自己的卡车离开 临走前他嘱咐好约翰照顾好自己的孙子和女儿 这一别将是永远 赶路途中 约翰他们收到信息称 将会有小块陨石碎片落在纽约州北部 而这个地点正是男主一家现在所在的位置 随着一大片陨石碎片砸落 汽车被砸得稀烂 直送飞机直接被击落 约翰一家人驾车逃到一处桥边 最后只好放弃车辆 躲在大桥底下 祈祷囊躲过一街 到了深夜 外面再没有雨池碎片砸落 约翰一家人走出了桥底 外面一片狼藉 还有最后六个小时 巨大雨使直接落在地球上 约翰一家人互不送那么多 继续驾车前往机场 当约翰一家人赶到机场后 发现最后一辆装在起飞的飞机 约翰互不送那么多 直接把车开到跑道上 一停了飞机 驾驶员下来把约翰大骂了一顿 约翰一个劲地抵出对方 带送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自己可以不去 最后会有新的驾驶员 不是带送了约翰一家人 就在飞机靠近格伦南岛的时候 掉落的雨使碎片 踩上巨大冲击波 撞击了飞机 飞机失去控制 撞上了一座冰山 属性的事 飞机没有发生报价 除了驾驶员 飞机缝的船头全部信除了下来 最后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避纳所 最大的雨时碎片黄阔空空 冲击波海 一分钟就要到达地球 躲进地下城堡的约翰一家人 紧紧地抱在一起 约翰的夜生像晃冬天一样 闪过自己的脑海 据说人死前 一生美好的回忆 被闪在那海中 陨石撞击地球之后 人类所有的建筑毁于一旦 城市全部变成废墟 空中到处泥漫着尘埃 一处城堡的门缓缓打开 当约翰他们再次见到太阳 已经是九个月后 突然天空上飞出了紫子鸟儿 意味着地数上的生物 并没有全部灭绝 人类还有活下去的希望